9月7日台湾歌手郭靖举办新专辑签唱会 穿着连衣裙美美在台上的他 却被天气恶搞大风吹不停 让他因为害怕走光而紧张到不行 连主持人都调侃他 群体风光无限好 金牌球师郭霸特一位女儿站台 现场送上郭靖最喜欢的考乳歌 还送上一番感性的话 让郭靖感动不已 我跟爸爸在家里 爸爸很少讲感性的话 然后刚刚在这个舞台上面 然后他就讲了说 希望我可以像鸽子一样 就是能够越飞越圆越飞越高 然后最后呢 也要记得家室最温暖的地方 就真的是蛮感动 郭靖每次发片都免不了被质疑整容 这次也有媒体报道 他从原来的圆脸变成了尖脸 疑似整了下巴 面对记者提问 郭靖也是坦然面对 我就不想澄清了 也因为就是会讲的人还是会讲 我只是觉得说 可能因为每次发片的时候 都会稍微比较瘦一点 所以那个像五官啊什么的 就会比较突出 验证是 所以他们等一下会上台 都揍我一拳吗 就揍我的鼻子 下巴验证是不是真的 东兴娱乐 整理报道